大家好,欢迎收看知新解说三国沙 今天,也应该是昨天吧 这个祈福活动上了 但录制本期视频是在第一天 所以说,你们懂的 就是活动上了嘛 我八次祈福 一毛没冲过 就是以前什么 那个五个祈福灯 加上两次换来的 加上一次免费祈福 八次 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我不想出 我不想克金了 在这方面 还不如去换个 二三五去换个水晶 我只希望 这一次我能 白嫖孙浩或者神陆逊 当然,我感觉以我的能力 就算把他挑不了 坏还是能坏的 但是我不想克多少 多点金 当然,废话不说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大家要理性消费哦 咱们会选择哪个组合呢 选择了元少周氏 这个组合在以前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不能说现在他垃圾 只能说现在元少的上限跟下限都变动的太多了 这里刚刚你们发现吗 判定阶段摸牌阶段好像都有技能 根据这种情况来看 好像张和夏吼渊是可以的 理论上应该就是夏吼渊 因为张和能跳过判定阶段 虽然说夏吼渊渊呢 但是一个是分开的 一个是合起来的 所以说他的手速应该不可能这么快 咱们身处三号位 一号位挂个马 开个带牢 二号位呢 也非常的和平的过了 既然你们都不亮 咱们就亮了呗 先去还是不错的 谁敢拿无限 咱们直接通死了 不过不要紧 谁都逃不出我们的手掌 这里实际上 看看有没有人 一堆托管的 一堆三血不卖 不过在我们周市面前 三血不卖的 真的不一定 有可能他们技能是被分住了 看看看看 咱们排没了也没事 反正还有阴阳鱼跟先驱 杀一刀 观看主将 一个无 反剑 看看能不能收掉 他们没有逃久就一定是死的 管你是周太还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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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头 死了一个鼠 看见没 卧龙诸葛的八卦阵都判不了 顺一下 咱们射下 再射一对 只射一对怎么够呢 咱们要一对一对的再射 才能体现出咱们的 弓箭手的实力 看见没 悬浴灯案都没办法 看看咱们这个 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有个桃 这里桃九肯定都是自保的 看看能不能再收掉他 只要不是群雄就行 又收掉一个屋 咱们决斗一下这个鲁素 先看一下身份 一个群雄 漂亮咱们有队友 如果没全部没射死的话 直接一波端 加许一波端 结果奇迹来了 剩下来的全是群雄 你说神不神奇 真的是奇迹百出 集军自愧 看见没 这叫做什么 真正的欧皇 真正的实力 上天都会帮你赢 该死的人全死 不该死的人 全部残血 一个都没死 你说神不神奇 看见没 不像某些人 打谁谁 谁周太 干谁谁 彭 筒 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视频的第二把 录像欧 欧皇之礼就发生在我身边 这里的话 虽说干人 夫人 刘备有猪脸 闭合 但是这两个组合的确不强 这里的话 推荐 前面三个蜀国套餐 随便你选吧 第二把 咱们选择 谁呢 反正我选就这么选 看看 主视角 主视角选择了刘备跟 双头 蜀国的双头 注意了 这刘备是接刘备 赶板之后的刘备是 比之前强了 不知道多少 马超好像也是 马超也是接马超 但是 话头接话头感觉有点 偏弱了 然后 卫国召唤术 召唤出个国家 然后一个八卦阵 这里就是张和的不对 张和是 若跳过初牌阶段 移动场上一张牌 这里是 你可以将一张装备牌 至于一名决策的装备区 然后可以弃他一张牌 所以说这个装备应该给自己 然后再给国家 这样子就能多弃一张牌 你们说是不是呀 开个难门 咱们强打武器 这里必须强打武器 虽说强打武器有点不像卫国 但是也没有必要说一定是位 结果三位直接开团 只是没有离点这种 有 就是没有离点这种 能开团爆发的那种 可惜离点没首量嘛 我说 没有离点首量爆发嘛 张和一号位嘛 张和这种能力 这里没有离点首量爆发那种能力嘛 咱们这里 开个AOE 没有根本忘记 这里咱们是位 几乎是直接可以亮了 看看司马懿的 运气 也就这样了 咱们开这个AOE有点不太好吧 但是咱们毕竟嘛 你们懂得为什么 有种东西叫做生息 杀一刀 但是为什么不能用生息呢 有人问我 答案是 咱们在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这一点要注意 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才能用此剂呢 咱们在未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开个万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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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刚刚孙上枪枪那个桃子不吃比较好 这外面好像有周泰 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是有周泰是有越境啊 是不是我的错觉 不过偏群的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未的话 他几乎肯定会是上车的嘛 没毛病 这里宜郭家的那个乐比较好一点吧 结果人家是什么运气 天度个桃子 你说说看 郭家掏出一把脸弩 怒砍向咱们队友黄月银 月银你要挺住 你可是一张锦囊牌就能 就有可能爆发的 真的 黄月银 只要有一张锦囊 就有可能爆发 一张肺炎式锦囊 就有可能爆发 一张肺炎式锦囊 就有可能爆发 结果是一个5 刚刚是 刚刚是我那个啥了吗 咱们摸两张 难道是吕门周泰 他副将应该是一个周泰 突然有点 一张肺炎式锦囊 看一张肺炎式锦囊 封上枪如何 这两个乐 后来必须要以啊 不要为两个头子 你这上门一道有什么用呢 首先有蔡文姬 其实咱们给拍能回血 所以说这个还不移一下乐你说是不是 结果还有个教主 教主这里有个名闪 司马依这次是没无限 是一定一定出不来了 开南门 只当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之事 腾甲这东西给吕门 吕门副将是周泰啊 这简直就是没有一点坏处的 除非铁锁 否则就是 如果没猜错了 吕门副将应该是周泰 腾甲给他就是几乎没什么坏处 咱们磕个头子 就在这个时候 孙香离线了 你说说看 这波多难受啊 孙香居然离线了 然后回来了 可见得三国杀客户断bug 的确有点多 也可能是自家网络不好 当然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看看咱们 咱们一个蜀国是怎么打赢的吧 一个刘备跟双头 远交进攻 挂匹马 乐意一下 给铝门一张杀就行了 真的给铝门一张杀就行了 万一他有连弩怎么办 给铝门一张杀 你虽然能弃一张 你虽然要弃一张杀 但是问题不大 这里最好移一下乐 这里蔡文姬换一下以以表暗示 没毛病 这里不要杀国家 结果蔡 为什么不要杀 万一八卦阵 虽然说会被张家拿走 但是八卦阵 万一判了个红色杀呢 这对蔡文姬张家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然后这里怒丢两头子 这闪电肯定是去批郭家司马 比较好 我承认 就不批我们 谢谢教主 锁锁连环 咱们再摸两张 看看教主配不配合 配合 好 正在朝我们理想的方向走去 这里香香会 跟郭家马显然不会 因为都开南蛮了 香香收掉咱们的郭家司马 郭家司马进入熬战之后特别弱 我跟你们说 不要觉得这组合很强 特别特别弱 咱们受到了攻击 这里咱们肯定要联盟咱们的张教主了 闪 没谢可击 这里先弄阴阳鱼比较好吗 万一来了一个桃子呢 弄阴阳鱼 诸葵连鲁还能装上呢 猜一下 铝门那边应该是有桃子的 咱们过牌量还是挺大的 这里建议批香香 因为周泰肯定是批不死的 只要我没看错 铝门副将一定是周泰 蔡文基加油 啪一下 带走咱们的香枪 进入熬战模式 咱们逃变成了杀伞 只要没有强制命中的比较好 这里先出伞比较好吧 九杀闪 叫你打他叫你打他 啊 自作孽不可活真的 没谢可击 咱们换马猪缺与善 谈起来很好玩吧 果然他的副将是周泰 我刚刚就看出来 继续火山 看看你能到不去急 火攻 你们在四处拉嘲讽他都不知道 咱们给蔡文基这样雷刹 让蔡文基打打光 看看他肯不肯 果然肯不去四了已经 虎骨分灯 那我们咱们反正能那个啥 你们懂了吧 能生息的怕什么 九杀 排多九杀没问题 这样子防止他有桃可以救回来 一个需要好多桃 九雷刹 不去六了挺强势的嘛 不去七了 看看这个周泰难道不去急 没谢可击 谁都不杀了 你们说我放弃了 你们二打我一个我打不过 我就放弃了 结果不去七就死了 咱们跟这个蔡文基张脚单挑 咱们可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怒气三张杀 看看有什么 能翻盘点吧 火弓 拆一下 刘备单挑可是之王呢 谁不服 闪 看见没看见没 刘备 讲完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可惜添度了 但是不添度有个好处 白眼狮子就不会 杀 蔡文基张脚现在几乎要输了 决斗 不是淘九就直接结束 他肯定是一张闪 想也不用想 不服刘备单挑王的 这把看出来吧 刘备给牌回血多牛 尤其是在敖战的时候 当然 刚刚是二打一来一的话 打之后他有点吃地的 这点必须承认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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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